香脆輕鬆搭配牛肉片 倒入白飯中一起攪拌 這是連鎖日式丼飯店 Zukia餐點 從溫浴牛丼 只是這碗飯靈魂配料 溫泉蛋呢 店員也無奈 溫泉蛋就是沒了 還有店家門口貼出公告 顯明沒有溫泉蛋了 有店員說 狀況可能會持續到夏天 而對此Zukia也回應 說明目前部分店家蛋商品 確實有暫停販售情形 會盡力協調 希望儘快恢復正常供應 100克奶酥加入雞蛋一起攪拌 再放入鍋子上 導入由大量雞蛋調配而成的麵糊 雞蛋糕要好吃 有蛋香 雞蛋不可少 直現在缺蛋狀況 雞蛋糕業者感受更明顯 叫貨要提前兩天 而且最多只能叫兩藍或三藍 關係不好 或者是沒有長期合作的話 是連給你都不給你 老闆說雞蛋不只量少 價格更飆漲 從2021年10月時 一藍二十斤五百八 期間陸續漲價 而今年2月12號時 一藍一千元 到3月4號叫貨 已經變成一千三百元 台北地區缺蛋狀況延續 但在桃園有不同情形 雞蛋一箱接一箱送 桃園巴德區大永禮 只要是里內65歲以上長者生日 都能得到一箱雞蛋 或是孕婦每月一箱送到生產滿月為止 成本有提高啦 蛋農 因為他也知道我在關懷里內的老人家 跟懷孕媽媽特留份 里長說每個月買雞蛋要花一萬元 是里內資源回收盈餘 不夠的就由他自逃腰包 另類送蛋服務 以讓這缺蛋時機憲煞其他人 台北新聞 鄭盛偉 林志偉 張慧仙 桃園泰寶島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